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呀 赶都赶不走啊 听见你赶他们走了 就是嘛 神仙都赶不走啊 你看看手上的报纸 就连戈麦斯将军都给他做了广告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巴结他 将军巴结他 是啊 拍广告的那天我在现场 那我是亲眼所见的 就连做广告吃的烤鱼 都是将军自己掏腰包买的 我说啊真的 你要是把钱投给华盛 一定会和我一样发大财的呀 你的意思是让我投钱给华盛啊 你神经病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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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重的 好啊 parce √ … 你醒了 你快死了 你快死了 来 和你在一起感觉真好 我也是 而且我怎么想也想不到 在澳门有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打了我 我想到了 你想到什么了 像我这么聪慧 这么贤惠 这么善良的漂亮女孩 怎么着也得找一个 顶呱呱的男子汉吧 不过我可不是什么顶呱呱的男子汉 我就是一个烤鱼的臭男人 不 不是臭 是新鱼的 你闻闻 我喜欢 再撑我也喜欢 hard about you loyalty 不是 我们真的印象 只要是新鱼宏 你怎么会必须 就是新鱼宏 我们有关非常聪明的 好意思 我们是新鱼宏 真的吗 只有新鱼宏 你心里 Tuning 来 火龙果 吃点水果 六总的 又怎么了 紫棋 我得神经病了 我得了你也不会得 说自己神经病的人 肯定不是神经病 我真要得了 我想把前头给刘华生 你说我是不是神经病 你没事吧 真的假的 你看 这报纸不是假的吧 不是啊 我眼睛不是假的吧 那肯定也不是啊 这报纸上登的 和我眼睛看到的 都能证明一件事 刘华生这小子要发达了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把钱送过去 他会带我们一起发达的呀 你等等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让华盛继续给咱们打工 是这样的 没错 老婆 可能吗 你那个妹妹呢 这丫头 差点让我上了法庭 她的事我不管了 不管了 老婆啊 我问你 你想给华盛投资多少钱 一万两万 十万八万都可以的了 老婆老婆 老婆啊 咱别这么大方行不行 咱们小奇怪 你这突然间一大方 我觉得好像哪里有点问题啊 你说要是那个黎叔是个大骗子怎么办 等等等等 哪来个黎叔啊 华盛啊 有个合伙人叫黎叔 他跟我说啊 华盛头上冒紫气 这是大福大贵的征兆啊 老婆老婆你傻呀 什么冒紫气大福大贵 这种话你都相信啊 我看 你是在冒啥气啊 哎呀 我这个人遇到大事就没主意 这是你是知道的 所以才找你商量的嘛 行啦 老婆大人别生气了啊 我呢去华盛那儿看看 看完了再说 吃掉点水果 来 这是鱼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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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几条 一条 好 这个鱼啊 一定要趁热吃的 那才行啊 好 你来几条 你来几条 好 来 别趟了你 来 您来几条 来几条 好好好好 您拿好 谢谢 小姐 您来几条 好 好 找您钱 我要两条 好好好 您拿好 还有一条 烤鱼多少钱 很快 先生 您买烤鱼吗 人太多了 等门人的时候 我再买 您可真有意思 当排队人没了 我估计啊 您也吃不上烤鱼 难道你这里 从早到晚 都这么多人 您要是不信的话呀 您就等个瞧吧 好好好 我等 一号先生 您又来了 烤得不错 这次来几条啊 来两条 来 您可以吃吧 稍等一下好不好 您拿好 好 这个鱼啊 一定要趁热吃 来 皇上 皇上 外面有一个神经病 说 说是来买烤鱼 但是 就是在数那个 排队的人数 还说什么 等人没了以后才来买 我现在出去把他拧走 我去 哎 安美 走 咱们也去靠 怎么没有鱼了 还有没有靠 老板呢 不知道啊 我回来了 怎么样 哎呀 哎呀 告诉你啊 这次啊 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 看他华盛头上冒紫气了 紫气没看见 看见华盛头上冒热气了 我告诉你啊 刘华盛绝对发不了 怎么会啊 连戈麦斯将军都给他免费做广告 他还发不了财啊 甭说戈麦斯给他做广告 就是澳门总督给他做广告 也没用 我算了一下 他烤一条鱼 平均用五分钟 一条鱼卖五块钱 抛掉人工 付租材料 一条鱼赚一块钱 一个小时赚十二块钱 一天算他十个小时 自己看一百二十块钱 一天能挣一百二一个月三千六 一年下来能赚四万多块钱呢 四万多块钱那也叫钱啊 咱那养鸡城一年四十多万你都鲜少 这四万块钱你就觉得多了 也是啊 这样阿梅还得过苦日子吗 你就别管阿梅了 我保证你不过苦日子就行 不行 你还得保证阿梅不过苦日子 你的意思是 我把阿梅也娶到家里来 你想什么呢你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刘华盛会把你打出屎来的 上次阿梅的姐姐给您带来了损失 这是我们赔您的五百块钱 您数一下 五百块 太少了吧 哎 太少了 了 了 太少了 我 一 太少了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气死活了你啊 黄老板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不就是钱吗 还压不垮我 好 好 华生啊 我是仔细看过了 你是个干大事的人呢 不能总站在门口卖货呀 我呢 要回香港定居了 打算把这个店转给你 要不要 我当然想要 不过 您想要多少钱 我刚才不说了吗 五万 你是说 这整个店 九万 哎呀 当初啊 我接手这个店的时候 就是这个价钱 现在专给你 不跟你多要 也没跟你少要 怎么样 黄老板 你说的是深的吗 你可没没没 哎哟 我我我我我 马走开眼 马走开眼 马走开眼了 你好 黄老板 你一定要去开瓶酒 咱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黄老板 你怎么也要发达了呀 黄老板 谢谢您看得起我刘老师 您放心 我一定尽快凑齐这笔钱 好 我给你三天时间 谢谢 怎么办啊 五万块啊 那个黄老板想要我的命啊 紫棋 你快想想办法 要保住这笔钱 不能白白地送给人家的 老妹啊 你是不是记住 才拿这五万块钱的事 来下回你解决 我记恒你什么呀 黄老板是真的要那五万块 真的不记恒我 这事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我就放心了 你放什么心啊 我以为啊 安为记恒 偷偷去侦查他们家口鱼店的事 是 如果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就可以摆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 帮你们分析分析 这五万块钱 到底是该给还是不该给 那可是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商业间谍呢 是不是很酷 听见我老婆 阿梅帮我找到了职业定位 我这么聪明的人就应该去干间谍 我怎么能养鸡呢 好了 你去吃鸡食我也不会管的 你快想想办法 这五万块钱说什么都不能拿出去 说什么都该拿出去 你说什么呀 阿梅说你是间谍你还真当间谍了 还在咱们家当间谍 这间谍没关系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你不要说 钱你别想拿走 不拿钱就上法庭 你 我上法庭你高兴是不是 我白养你了白养狼 行行行行 你姐俩慢慢吵啊 你回来 坐坐坐坐坐 要说事就慢慢说嘛 着什么急啊 我问你啊 阿梅是不是长大了 越大越不懂事 阿梅啊 你一定要嫁给刘花生 我今天 郑重其事地跟你们两个说 如果你们两个不同意我嫁给刘花生 我就去机场 把你们所有的鸡全部堵死 算你狠 幸亏没把我俩一起堵死 不用把你们两个堵死 那些鸡死了 你们两个也会伤心致死的 你给我坐下 阿梅啊 自从你认识华生以后 你就变成魔鬼了 听你说话都会吓死人的 我比你还害怕 我说老婆咱们这样 咱们就依了阿梅的愿 让她嫁给刘花生 你说嫁就嫁吧 说好了啊 嫁妆费五万块 那赔款的事呢 赔款的事自然由阿梅自己去买平了 哎 姐夫啊 你用我的嫁妆去赔款 快你消得出来 老公 你脑袋是用什么做的 不是老婆 你千万别恨我 我也是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老公啊 你能想出 这么个两千七枚的好办法 哎呀 你真是太有才了 哎呀你真是 你也贴才呀 哎呀你太伟大了 哎呀你太伟大了 这 哎呀哎呀哎 他妈也死来了 他也死来了 真是被你们着想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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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来 把钱还我 我要拿着一笔钱去挣五万块 把那个店铺排给我 用不着你去挣 而且我告诉你 以后你再敢进这种地方 你就永远不想回来 我不去挣 那你拿出五万块吗 你拿 没有钱我们可以用店铺去抵押贷款 或者去借 再说你往这里没扔你去的钱 也不值五万这个数 这是我最后一次 赢了钱就出了 快点 你 不是 去赌吧 不是 我没了本金我怎么赌 老板 一千五 不是就挡了一千吗 本金是一千 利息是五百 我这利息最低的 你可以到隔壁隔家去看一看 好 叮叔叔 拿东西 这是你的餐具 好 好 老板 这个盒子能给我吗 一百 我们好想你了 没想到你会回来看我们了 我也很想你了 不过我今天来是来还餐具的 餐具是回来了 是 是用我自己挣了钱 收回来的 干嘛斯餐具真的没看错你 那今天 你做的时候 干嘛斯先生一直在 他会成功看着你 他说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自作可以成为一个好屈指 你离开他 你会成为你 好简直 刘 我要谢谢你 你果然没有誓言 把我住船的东西招了回来 我用生命线您担保过 我一定会把它输回来 老婆 老婆 我儿子 一个比较傲慢的家伙 刘华盛 我的朋友 你的大名 常备我父亲体系 得到这种荣幸的人 不是很多的 谢谢你 我 就是个考虞的 将来肯定不会制作考虞的 好 各位先生 嗯 我现在就有一个做老板的机会 好啊 为什么不去做呢 我现在缺少一笔资金 我考虞的那个店铺老板 他们要移居去香港 准备用五万块钱把店铺转让给我 这是一个好机会 哈哈哈哈 刘 的确是个好机会 啊 帕罗 你认为呢 其实我对街上的店铺没什么兴趣 帕罗不敢兴趣 我也无能为力 我的身份 不允许我进行商业活动 刘 你也不要再打着我父亲的旗号来做生意 类似阿门周刊的事 我希望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懂了 那是一次意外 对 说巧合更恰的 刘 我的朋友 我还会去你那里吃烤鱼的 欢迎您随时来 等您再来的时候 我一定把那些记者都提前赶跑 这样做是对的 放什么愣的 走干活去 我生气 剩什么气 那档铺里边的餐具就不应当赎回 我答应了郭美斯先生 必须赎回来 我不是说非要现在赎回来 现在正是用钱之间 你现在赎他干吗 黎叔 我们答应过别人的事情 必须得在第一时间内完成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干活去 没看见老板生气了 那要是也是你的气啊 他看见我乐还来不及呢 是吧 欢声 乐什么乐啊 现在机会来了 全面有钱 那你取我不就有钱了 可是我现在连取你的钱也没有 你是不是真的想取我 是想取 可是真的没有钱 那就好办了 给 给 给 这钱哪儿来的 没 阿美 这 这 这钱是不是你赌博赢了的呀 管得着吗你 哎 阿美 阿美 各位有缘 我现在能够在这里一堵阿红小姐的敌人风采 完全在于我父亲吴隆昌先生的大力支持 没有他对我能力的投资和信任 没有他对我能力的投资和信任 这张唱片也就无法问世了 所以我要向我的父亲大人取悲之险 好 爸爸 谢谢 谢谢你 吴山 阿红小姐生得那么美女 歌又唱得那么甜 我想问下 你是不是真的对她生动啊 当然 我想首先是让我觉得动听 才能让各位觉得动听 让所有听到她歌声的人都觉得动听 吴总 公司对知识的 组织真会说 她应该多说是阿红 推的是阿红 又不是我这个老公子 阿红 谢谢 你喜欢吴总吗 我对吴总的感情都表达在我的歌里了 我相信大家都听得出来 阿红 你就直说呀 各位姐朋友 今天我们开的是阿红小姐的新歌发布会 我们能不能问一些有关新歌的事情 吴总 公司挖掘出了阿红小姐 又这么力捧她 您能说说有什么原因吗 首先我觉得阿红小姐的外形非常的清纯 而且她的歌声很甜美 最重要的是 她的舞台感染力很强 好 请各位记者朋友们 抓紧时间上来拍照了 一周 参考 让她的怨 retail 哪 exhale 她看她的参考 accessibility 不是她的参考 是温柔 天涯海角 飞翼 外面有警察找你 让我们进来就是了 不大方便 还是出去看看吧 最近我们起货了一批珠宝 有可能和沙哥有关 请跟我们去一趟警局 沙哥早死了 跟我没关系了 你要自愿放弃 这批价值上千万的珠宝也可以 请去警局办个手续 是上千万吗 对 很大的一个箱子 里面有封信 说是沙哥留给他妻子的 那就是我 快去看看吧 好 请吧 走吧 不说女人 尊敬了各位来宾 请大家安静一下 下面呢我们欢迎 《女人如水》唱片投资人 好将这些公司董事长 吴如昌先生上台 来我们宣布一件事情 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时刻 我要向大家介绍认识一位我的老朋友 大马银行董事长郑通先生 郑先生 接着 大马银行有很多人都打过交道 但董事长郑通先生 大家未必认识 我请郑先生上来 就是要当众宣布 我们结为了庆家 要为建设新澳门 献出我们的力量 很高兴 很激动 也很豪迈了 能和豪江职业董事长 吴如昌先生结为亲家 深感荣幸 我们一定会共同努力 造福澳门社会 给大家带来 更高的福祉了 下面我们有请吴鼠智先生 学生郑南小姐 统统上台来与我们见面 大家欢迎 有请 我很高兴 郑南小姐 能成为我的未婚妻 我坚信 我们豪江之夜和大马银行 一定能够携起手来 为澳门的建筑业 打造出一片新的天地 虽然混音 和大银行 羽统上千匹 剧《居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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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 水长流才能爱享受 新的田野 满眸青醉 想吃太有情的 为什么 等我回回家 我妈 我妈妈呢 你 你妈估计是不甘打击先走一步了 走吧回家 也许费已知道她怎么回事 好 光顾不变女人如水 想吃太有情的真诚 相爱才知女人的美 conséqu 10 竟然You 安静 你们出去 你再不出去我就报警了 我是正在看那沸 沸一在不在 她要在我就走 她要不在 我们不得去去找找啊 妈 妈 妈 我怎么会睡在这儿呢 订婚宴 完了吗 妈 非玉 你怎么会在这儿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我 我是看看您在不在 你快走 阿红已经订婚了 你不要老缠着他 我要跟容昌说说 不能再让你 给阿红当特别助理了 再当下去啊 阿红人生不保了 我想死 你听到了没有 阿红让你逼得都想死了 你还不快走 好 那您照顾好阿红 我走了 等等 你是不是欺负我们家阿红了 要不然他刚订了婚 怎么会这样呢 他已经订婚了 就是有婆家的人了 你要再欺负他 你会遭报应的 你别说了 是组织订婚 可不是跟我 是跟别人 那不可能啊 没什么不可能的 阿红说的是真的 吴组织是和郑南小姐订的婚 郑南是大马银行董事长 郑通先生的千 千金 所以阿红这不才气疯了 心 心思迷活的 怎么会这样 我去找他们去 你找谁都没用 还没明白吗 订婚这件事 和阿红自始至终 就没有任何关系 你闭嘴 我跟荣昌二十年的情分了 他不可能会这样骗我 妈 我要嫁给组织 他不会喜欢那个叫正男的女人的 妈 你帮我做主 好 我们先去找他 现在就去 来 为我们两家再和我们相聚 干杯 好鸡的 好鸡的 来 动手 好好好 好好好 还敬您 好好好 来 来 来 好 切食菜 好好好 来 张叔叔 我有点头疼 好 想先回去休息 实在不好意思 明白 祖志啊 这个酒是不应该这么喝的 这样喝不头晕了才叫怪 是 楠楠 你送他回去吧 好啊 不 你今天也累了一天了 多吃点吧 我有时间 爸 我先回去了 屁股 郑叔叔发话了 郑安就得去送 好吗 那倒不一定 主要是我想送祖志回去 我叔叔那你们吃 弟弟那我们走了 拜拜 祖志我们走 周志姐 好 再见 两个人蛮亲密 这说明我们这个没事做对了 对对 对对 祖志 他里祖志你等等我呀 来我来陪 来我来陪 是啊 他们走了 我们该谈谈我们的正事了 可以呀可以呀 我有心拿下市面文化中心工程 但要部分电资修建 郑老板 能不能周转一个亿的资金啊 当然可以了 好好好 用你胡老板的资产做抵押 周转些资金 那不是很方便的事情吗 那我的资产可不够一个亿啊 没有一个亿 你七千万总还是有的吧 郑老板已经把我的家底摸清楚了 古人不是说知己知彼 才那个百战百胜吗 喝了 喝啊 喝啊 周知 我们一起喝 要想做我老板 就把它喝了 喝啊 喝啊 周知 你喝多了 我扶你上去休息 你快着着吗 你还不说我老板 喝了 喝了 不喝你滚蛋 喝了 吴祖志 门在那边 你要不走就把它喝了 喝了 喝了 那去哪儿啊 去公司 我要去找组织 不是你还还不死心呢 人家现在肯肯定不在 人家还得和老丈人和未婚妻吃吃饭呢 你干嘛呀 干嘛说的这么难 难听啊 难听吗 难听我说的也是事实啊 是事实也不能这么直说呀 我们阿红的父亲当年也是个风云人物 跟沙哥比起来 那吴隆昌算什么呀 开车吧 去警察局 你去警察局干嘛呀 你有事要报案吗 不是报案 是警官来找我 要我去认领 沙哥留下来的珠宝 值一千万呢 妈 真的假的 刚才开酒会的时候 有两个警官来找我 都怪我酒喝多了 一上车就晕了 他们走好把我送回家了 你 你 你跟人家说你住哪儿了吗 没有啊 那人家怎么知道你住哪儿啊 警局的人想知道谁家 还不容易呀 何况我的家呢 开车吧 去警察局 快点 上车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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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了 我们走 你那么快就回来了 总之他喝多了 这臭小子贪杯 把持不住自己 扫了郑姑娘的性子是吧 回去我就骂他 来 来来来来 坐下吃西瓜 来 吴老板 我家公主要是不高兴 这周转资金恐怕就周转不灵了 来来来来 好 走吧 到此了 郑老板 到此了 郑老板 好 留步 留 郑老板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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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无才缤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直至甜点 是朋友就一起相见 消失的 我的人 吴老板 傲小姐 你会把眼里猜看 这些总有限 你好想我看 我没一件很危险 要把不能让人烦 被逗出尊重 要用轻易再弄大避寒 这世界五彩缤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指指甜点 是朋友就已经向前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又疼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走过去 不复艰难 以为会 天塌地线 在挥手 再从头看 花而造 开地角边 啦啦啦啦啦